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皇上那么亲近 他都没请过我看戏 李大人 看来你可要交红运了 皇上请我看戏 为何不派人送信来 居然把剑钉在了门上 皇上酷爱微服私访 所以做每件事都是别出心裁 那照您的意思 今天这戏我是非看不可了 那当然了 你要是不想去 我替你去 等等 这皇上的旨意 老夫岂敢缺席啊 大人 你的红运可让我嫉妒啊 蛇 哈哈哈哈 李大人 请看戏 李大人 不认得我呢 不 丑 丑 丑夫人 你 你还活着 我不是人 我是鬼 我是来找你讨回债的鬼 你 你别找我 远又通 债又助我 说 是谁让你抢我入宫的 是 是皇上 皇上 殿明要你的 那又是谁害死我的 我 我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 我不知道啊 说 杀 杀害你的 是 是太后啊 太后 是 杀害你的 是 杀害你的 可是你又是 和他一样的 你听见过吗 杀害他的 杀害你的 你听听到你了 我 杀害你了 你听到你了 他肯定是 你听到你了 我 杀害你了 他肯定是 你听到你了 我听到你了 我看你了 你听到你了 我找你了 在这上头吗 是的 皇上当年就是在这儿 看上楚夫人的 千锋桥下春波绿 仪式惊鸿照颖来 朕就说了这么一句吗 是 朕夸的是那船上的女人呢 时候老臣赶紧去调查 这才知道 皇上您看上的那个女人 她就是楚夫人 楚夫人 朕并没有要楚夫人呢 是啊 皇上没有说 皇上什么也没有说 那楚夫人为什么会被抢走了呢 是李仪想讨好皇上 什么 皇上 夸楚夫人的时候 身边只有微臣 微臣知道 这是个八戒皇上的好机会 故而抢了楚夫人献给皇上 李仪啊 你不像婚官不是贪官 一个清官怎么干得出这种事情来呢 当年 当年微臣奉公清零 微臣 想送礼没有钱 想八戒又没有门用 对 那些小小的芝仙 干了十多年 臣心又不干哪 嗯 皇上是言者无心 微臣是听者有意 微臣想 把楚夫人送到宫里 皇上 你一定很开心 微臣这个马屁就排队了 头上的顶带花铃就变颜色 这官月也就通了 连你也是想往上爬呀 俗话说水流向下 人心向上嘛 可是朕在宫里 并没有见过楚夫人呢 微臣不敢输啊 是不是前尘的太后啊 那就不要说了 从头说起吧 寡闭心巧 朱下大错 流水滔滔 犹如沉醉 你找楚夫人做什么 我告诉她 只要她自愿入宫 讨得皇上开心 她的丈夫就可以平安回家 李啊 你是个读书人 怎么这么卑鄙 好不容易 把楚夫人送进宫里 可皇上不在大内 老臣就把楚夫人献给了太后 太后倒是挺喜欢她的 太后喜欢她吗 是是是 没想到 楚夫人求太后赦免她丈夫 太后这才知道楚夫人 她是有丈夫的 将我训了一顿 太后责令我 立即把楚夫人的丈夫送回去 可惜啊 晚了一步 她的丈夫 已经在冲军的途中病死了 楚夫人呢 是 得知这个消息后 人就疯了 如果把她送回去 疯疯癫癫的 一定会把抢入宫的事说出来 这样 对皇上非常的不利 是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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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太后如此仁慈 能干这种事吗 这是太后亲口告诉我的 她说 为了维护大清皇室的名誉 她必须下狠心灭口 李懿已先向王上爬 到头来 让皇上担了个强强民女的罪名 让太后犯下了杀人灭口的罪行 让楚夫人全家 驾破人亡啊 皇上 李翠开万死啊 皇上 老臣 走了